各位評審老師,各位家庭,各位同學,大家好,我今天要講的題目是自勝真強。 我叫范德林,范是范初念的范,德是道德經的德,名是瑞雲林。 我是范德林的私立學校高二的學生,或許你未問我是怎麼知道道德經的。 這是因為我父親是拯救師,拯救受到營養哲學的影響非常大,我爸爸的書架上就有道德經。 我家裡除了有中國哲學書記以外,每年還要經常出街。 我還記得每家人一起去中國餐館是比涅飯、斯卡布什。 我家,我家的時候也是江湯演唱的集聚。 生日的時候,他會給我吃麵餅片,我吃飲料,吃飲料,吃飲料。 因為小時候,我會偷偷一下腰館,還得把腰館抹起飲料。 我的父母啊,我父母啊,去去買菜的時候,還會去何路和中國店管我。 我最喜欢这一天做的文章和文章和文章 因为那时候,我肯定学中文还不压制 这些文章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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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 我学中文,先去了年轻大的队伍 开始学汉字后,觉得汉字又不杂又冷静 学了智力,只好练习,练习再练习 不过,即使学来,就进入加进了 不论是学文章思想,少数民族,或是学习近 中国家族版,就让我回中国文化了解更善意 之后 我最喜欢的主题都很吃肉饭 像春节式讲词,文章节式文章,中秋节制片语 或是制作诗集图定 同学们吃我做的菜,都说我做的菜味道不行 我终于知道,小时候,进入春节时,觉得原来是月子的吗? 我喜欢吃的,烧烤鱼是这样子 我还听得懂,中国电源说的话,就算他说的话,我也可以猜到点 我每天去上中国课,留个学的课 连结课的新知识都让我惊喜 不过不是学中国人的习俗与经经,就是学中国地面 由于上程文课,今年我有机会在学校庆祝春节时表演 我今年又学了太典节 上程文课提到了我对中国语言文化的了解 也鉴定了我可否能解析 不过我以前所做的专门,我会觉得丢脸 现在我所做的专门,我会很庆幸要有进入的机会 道得清楚,知人者,知名,自知者,明,生人者,明,自生,正经 尽管不难把我了解自己,也帮助我考验自己 谢谢 你好,范德铭 你好,范德铭 你学中文学了很长时间了 我学中文学了很长时间了 好,那你觉得你中文的哪个方面学得最好 今天在学 好,就是你学中文哪个方面哪儿你觉得中文学得最好 是你的语法,还是发音,还是别的东西 是你的语法,还是发音,还是别的东西 好,没问题 那你觉得你的中文,你的中文说得很好 那你觉得你的中文听书读写这四方面哪儿你觉得最好 不得都有问题,可是我觉得先有最有问题 我的书读写有问题,也有问题 所以我一定找中国同学在联系的 第二,这次演讲非常多联系咨询 谢谢 谢谢 好,你好 你好 你刚才说你觉得汉字很难学 你说又复杂又难记 那你能不能举个例子说 你觉得哪个汉字你觉得最难学,最难记 我开始学一些汉字的时候 我觉得应是最难学 哪个字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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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的思识非常难 没问题 你觉得0最难的是你开始 那现在呢 现在呢 我觉得健康的健康有点难 健康的健有点难 好,谢谢 范德明同学,你好 你说你给你的同学们做了十锦肉丁 那道菜,他们很喜欢吃,是吗 你可以给我们说说怎么做十锦肉丁吧 好的,十锦肉丁的作料非常地难 只要猪肉,把香菇,筋豆,葱姜蒜,葱姜蒜,葱姜蒜 先把猪肉切点 然后把香菇,筋豆,葱姜蒜,葱姜蒜,葱姜蒜 谢谢 我今天回家试一试 谢谢 范德明,你好 你刚才说你的爸爸会针灸 然后他也给你吃过一些觉得很苦的中药 你能告诉我们大家 你觉得这些中药对你的身体有什么样的作用吗 我小时候干嘛,我只有第三周 我现在被针灸的大卫多指点 我拿到某些中药 给针灸,我发现,我发现了什么样的事 我就给他承救了 谢谢 你的爸爸懂中药 我们要知道你对中医有什么了解 我对中医的了解不多 可是我知道中医对营养的哲学有关系 特别是营养 所以中国人发现了营养哲学的关系 自然向天地山水和男女 一样非常影响中国的思想中医